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年轻人在熊系激素分泌过多的时候 往往会出现 青春期的时候出现这样的症状 有白头呀 有黑头这样子的 所以他的医生给他使用了抗生素 口服的抗生素使用了两个月 之后这个症状缓解的还是挺明显的 之后慢慢他发现自己出现了严重的腹胀 而且食欲也比较差 大便吸糖 一天一到两次 而且老是觉得这个胃好像有饿的感觉 可是真的要吃什么东西呢 也吃不下 每天睡觉要睡八到九个小时 可是醒了以后还是觉得很疲劳 所以情绪就很低落 那么直到两年前呢 他经过一系列的检查以后呢 确诊他为小肠细菌过长 老外称为叫Sable 这也是他们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疾病 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叫 胃肠道功能紊乱 肠道菌群失调 那么对于这样子一个问题的话呢 因为他没有办法这个定期的来做针刺的治疗 我给他用 要用中药来治疗 我看他的舌胎呢 舌体是胖大的 边上有齿痕 胎呢 是果白的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实际上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 肝皮不调 气虚 脾气不足所导致的 当然还存在一个心皮两虚 所以这个睡觉 这个多眠 多眠 多梦 那么我再使用了通过六菌子汤和谢心汤 这样子一个方子的加减来治疗他这个症状 那么从这个病例呢 我们实际上可以得出两个这样子的我们的一些感想 一个呢 就是这是一个物质的 就是滥用抗生素以后导致的一个肠道的一个并发症 那么所以说呢 我们在治疗疾病的时候呢 我们不能说是采取水来涂挡的方法 而要通过疏通航道的方法来引导这个病邪 因为人体本身有一个自愈能力 所以说呢 我们只有通过这样子的方法呢 才能达到一个标本监制 第二呢 我说我们的这个中医中药 在一些抗生素使用以后的一些并发症之后的一些 肠道的菌群稳烂方面 还是有很好的疗效的 今天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